所以作为一个男人推行赤富 我承认你很帅 一个跟自己相处了四年相濡以沫 对你有情有义的女友 另外一个是富有美丽 却对你非常热烈的追求者 就这么两个完全不同的女孩 你到底更偏向于谁 你喜欢谁 其实刚开始和小慧交往 确实感觉都特别好 但是一年前灵灵的出现 确实是动心了 因为她条件好 如果她比小慧还穷 你会爱她吗 会吗 会吗 可能不会吧 看她的目的就这么强 我就要靠别人上位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 想自己创业应该是非常难的 需要一定的资金 是我可以自己奋斗 但是有捷径 相信大家 我为什么不会选那个捷径 我为什么不选那个捷径 你可以用自己的灵魂交换自己的前程 但是如果你是单身 你可以这样做 那是你选择的方式 虽然这种方式我们认为很不止 你选择了财富就选择了财富 就别去想爱情 选择了爱情就别想去选财富 用自己双手就糞 但问题是 你是有女友的呀 当初她单身的时候 她做了选择 就是一个在打工的小慧 那个时候可以给她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现在小慧提供的这些 她看来已经太少了 那么她已经遇到能提供更多的人了 所以她准备马上跳槽 小慧她要的应该不是钱 她要的是一个机会 可能她家境好 靠她的父母的那个平台 她需要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 要一个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 如果说拿自己的人格来做那个交换的话 我你可不要 我要她干嘛 她不见得说选择一个条件好 家庭比较优渥的人 就是想要走捷径 有的时候呢 只是想要 让自己不要增加负担 她想做事情 想达到目的 不择手段 去交易的话 她在事业上也不会成功 这是人品问题 人格问题 不是手段问题 所以她在未来的日子里 是得到多助 失道 寡助 没有人会愿意跟她成为合作伙伴 很显然 她对于金钱比爱情更看重 请问两位女生 是不是觉得今天更加了解小雨了一点 请问你 听了她的这句话做何感受 我一直以为她是一个有梦想的男生 可能看错了吧 小慧 不愿意 中文字幕——YK